嫖娼这个事是不是挺忌讳的 的确是 这事还违法呢 前年迪娃嫖娼的事就搞了个沸沸扬扬 公众人物嘛 有道德污点被大家喊打喊杀也正常 今天要聊的是复旦大学的三个研究生嫖娼 也是发生在前年 还因为这个被学校开除了 这事这两天又上了热搜 并且我看大家的发言还都挺正派 而我当然还是要从其他角度来聊聊了 大学生嫖娼成功 说明这个市场还存在 供需关系还存在 39岁的单身钢琴家能找到 血气方钢的年轻大学生也能找到 甚至可以说是个男人都知道 在哪能找到 换句话说就是 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 你们当地有这种场所吗 真的扫干净了吗 为什么还存在这种场所 自然有它存在的原因 就不用我去想了 供需双方的市场都还在 场所还在 这种事自然也就有了发生的客观条件 而钢琴家也好 大学生也好 嫖娼的确在大家看来不对 也违反了市安管理法 而治安管理法的其他违法事项 包含着打架斗 诸如此类的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在什么层面了 许多人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相信更多的女性朋友 是在把那个胆敢去嫖娼的臭男人 想象成了自己家的老公 所以恨不能扒皮抽筋也不解恨 因为这不只是违反了施安法 还同时意味着对自己的背叛 我们认真观察这两件事里的 钢琴家和大学生 他们的嫖娼行为 存在对伴侣的背叛吗 并没有 因为他们还是所谓的单身狗 而这个市场存在 场所存在 以及那些明码标价的交易存在 在猥琐的偷拍 以及刑事犯罪面前 无疑成了单身者的最优选择 他们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有法律处罚即可 但是并不足以让网友们 上升到道德层面的审判 我觉得 而网友们的道德审判呢 无疑让整件事被放大了 让钢琴家的身份被放大了 让大学生的身份被放大了 瞬间搞得他们成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人 让学校也不敢再容纳 这三个嫖娼的学生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再好好想想 对于一个单身男性来说 偷拍女生群体 朝昌 以及强奸 这三件事里 哪一件是无需上升到 道德层面上来谈的问题呢 偷拍是损害了 侵害了其他女性 既违反治安法又缺德 强奸属于是刑事犯罪 并且缺德 唯独这个嫖娼 反而成了你情我怨的事情 我们说违法归违法 但它在道德层面上 并不存在明显问题 所以在法律层面上的处罚过后 我认为并不应该上升到 道德审判的高度 理由就是钢琴家与大学生 都是单身状态 且没有主观上侵害他人的想法 以及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事实 哪有什么道德瑕疵呢 你说那不是违法了吗 对呀 违法了 该处罚处罚嘛 法律的交给法律 道德的交给道德 有什么问题吗 这种情形 我认为本来就不应该 对他们喊打喊杀了 那些拿着不当收入 背着老婆在小区里 养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奶的 才是既要对究法律责任 也要接受道德审判的存在 而不是对那些 不知是何原因导致的 扫不完的黄色场所里 发生的交易 进行道德审判 即使批判他们的道德 也要先搞清楚 因果顺序 对吧 那些场所为什么还在呢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导致了那些场所 并没有被清理干净 如果那些场所不在 单身钢琴家和大学生 去哪儿嫖娼呢 咱们大家在网上向大家展示的 都是像圣人一样完美 但是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时 你们当真不知道 这种事屡见不鲜吗 要是你的老公去嫖娼了 你可以恨得牙痒痒 谁都能理解你 人家钢琴家和大学生 一个单身人士 既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人家父母亲人都未必当回事 连交易的对象也都没说什么 没有损害也没有威胁 影响到大家的什么切身利益 更没有主观上也没有客观上危害他人 如此一来 网友们作为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是不是管的就有点太宽了呢 你们轻飘飘的一个道德审判 却让钢琴家丢了饭碗 让大学生没了学业 让学校好像还搞得多对不起公众似的 让别人在没有任何主观恶意的情况下 蒙受了巨大损失 而这件事在事实上 仔仔细细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的想一想 真关网友们什么事吗 我的观点是希望给这位钢琴家一个机会 更应该给这三位大学生一个机会 恢复他们的学业 有时候我们看问题并不需要那么复杂 当这种事发生在你儿子年轻的时候 你希望他因此就被剥夺了 复旦大学员优生的身份吗 你身为孩子的父母 当法律都已经惩罚过了他 你还会把这种事当成什么不可饶恕的事吗 我希望咱们的社会大众以及学校方面再慎重考虑一下吧 接下来是泰莱小店的卖鞋事件 今天介绍的这款鞋子呢 是泰莱小店暂时主推的一款运动休闲鞋 高弹飞支加TPU振包大底 上脚舒适防滑透气不无脚 男女通款两个颜色 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只要尺码又合适的 咱们大家都能穿 标准尺码在下方链接下单即可 支持七天五里游推完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捧场 我是霍雯下期再见